直清耐用的美奈米是许多民众及餐饮业者爱用的容器具 使用上却有容出化学物质的疑虑 因此卫生局到量饭店、餐具贩售商店、五金百货商店等处进行抽验 总共抽验15件商品并查核其产品标示 结果有三件不符规定 其中一件美奈加贺块检验及标示不符规定 一件日风美奈块检验不符规定 还有一件美奈米杯子标示不符规定 那这三个不合格的产品包括就是 也有两个产品是筷子类的产品 那另外一个产品是属于杯子类的产品 那它们不合格的原因的话 那有分别包括就是减出这个甲醛的部分 那另外有的是在做试验的时候 那它会有蒸发产渣的出现 那另外也就是有标示不符合现有的一个规定 那针对这些违反的相关规定的部分 那如果说是像刚刚所提到的这个蒸发残渣残留 那它是违反的是并容器具的卫生标准 那依法可以做限期改善 那限期改善之后会再去做复抽 复抽还不合格的话 那就会依照史安法第17条的规定 那处3万块以上300万元以下的一个罚款 那针对标示不符合规定的部分 那是可以依照史安法第26条的规定去做处罚 那这边也就是提醒所有的消费者 在使用这些美奈米器具的时候 那应该要去注意一下它的标示 因为毕竟塑胶类的产品 它在温度的使用上面它有一个范围 那你在这个范围内使用的话 那这个材质才会符合它在这个范围之内的安全度 那如果你温度使用过高 也许它有的可能会溶结 那会有一些化学物质的溶出 那这个都会造成品质和安全上的疑虑 那在我们抽的这个餐厅的话 它所提供的这个供应商的话 是一个国性的业者 那这个国性业者 因为它还没有办法很具体的提供 它来源所以还在做了解 如果它没有办法提供来源的话 我们会依照史安法第47条的规定 等于它规避我们的一个调查行为 那是可以除3万到300万元的罚款 卫生局也提醒民众 购买食品容器具或包装石 应注意产品标示内容 选购标示完整产品 并依标示说明正确使用 避免以美奈米餐具 盛装过热或酸性食品 并避免使用紫外线杀菌 如有刮痕 雾化 缺口 破裂 就不宜使用 并尽量以不锈钢或磁字餐具 代替美奈米餐具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